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SAP閃電購物 曾喊出台北市區六小時 全台二十四小時到貨 這是因為創辦人謝正峰 是從PC Home Online購物離開 瞄準的業就是老東家 但PC Home隨後也推出 四小時到貨反擊 甚至擴大備貨量 鎖死工商貨 ASAP遲遲無法盈利 身為主要股東的華為創投 甚至主導ASAP 與86小鋪整合 不過依舊無法挽回 宣布觀戰的命運 淘寶買東西其實非常的方便 它越來越快的情況下 ASAP它的獲利 當然會非常的微薄 近兩年蝦皮一軍突襲 吹亂國內電商市場 或者龍頭商店街 宣布下跪轉往國外上市 背後來頭不小的ASAP 主要股東包括 潤代集團總裁葉良 和華為國際創投 以及AppWorks等知名投資者 也在一波激烈的 電商競爭中退出市場 我平常會買的就是一些 衣服或鞋子這樣 那蝦皮上的話 可能會比較多那個 假貨這樣 所以比較少去蝦皮上面買這樣 大者恆大 蝦皮蝦帶雄厚資金 PSON依舊擁有龐大資源 ASAP比快比不過 賺新不順利 被迫消失在電商血戰中 三星全使用 林芳山台北相報報導